攻城 放箭尽量减少敌人 攻城器械数量 城墙上方推荐如雨落 但李贵军只要是有士组死 后方就会有新的士组补上 他们用自身的躯体为燃料 推动着攻城器械逼近城墙 这就是战争的团队 没人会在意你是谁 没人会在意你家中是否有人在等你去 此刻 所有人心中的想法只有一个 那便是 不能输 先生 敌人的云梯已搭上城墙 此处已是威敌 还请先生回内城 此处交云某便可 回去 简章 将士们在奋战 我怎么能回去 先生大意 虽然我没什么武力 但 我可以被将士们擂鼓 这大人 这大人请自在为我等擂鼓 兄弟们 我等当奋力杀敌 死战到底 我许昌之君有半数位新军 然 此番士气大战 尽管吕部军骁勇善战 国军只需依托城墙 凭借这股士气与之战斗胜负还未可知也 警报大人 第一军已等上南段城墙 北段城墙情况呢 北段城墙由李连将军赠走 将无问题 某关战场之上并未看见现阵军 实乃想不明白如此精锐缘何为参战 不过既如此 虎豹营便不必待命也 传令 让虎豹营支援南段城墙 可妙 虎豹营支援南段城墙 虎豹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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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然是受挫 兼致彼此刻失气大胀 当赞壁锋锋 带齐气衰我等再轮番共之 取畅庇护 攻台颜知有礼 撤军 呃步军撤离的战场 而虾仁则是来到了城墙上 看着横气数八已靠在城墙休息的师傅 心中的担忧更胜几个 十天时间 先生 这十天时间是何意 舅儿 辛苦你去弄一桌韭菜 让为夫与你两位兄长畅饮一番 放心吧 阿秀 若是我等感动你夫君一根毫发 你即便是杀了我等 我等也毫无怨言 阿秀且放心 文远若要动手 某定率先按住他 二位兄长说笑了 却伸着便去置办韭菜 先生 你在何处遇到阿秀的算算时间 某三人找阿秀已有十年 我是在徐州遇到秀儿的 要不是秀儿收留了我 我可能会饿死在野外 徐州吗 难怪我等在北方寻不得阿秀 旺君好生对待阿秀 顺在此谢过 将军何故如此 秀儿是我的妻子 对她是好是坏 我自己说了不算 待会两位可以问问秀儿 不过我想我应该对秀儿蛮好的才对 嘿嘿 嗯 无须再问 某心中已有分晓 先生 你当真要保许昌 啊 高顺 此番我等乃是看望阿秀 你 文远 某知晓 先生 当真要保许昌 要为了秀儿与许昌百姓 我必竭尽全力 吕布要娶许昌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先生如此自信能守住许昌 秀儿很喜欢我们在许昌的新家 所以为了这个家为了不再让秀儿跟我四处漂泊 我必须守住许昌 这跟自不自信没什么关系 哈哈哈哈 阿秀能有你这样的夫君 某心甚是愉快 一直都是你们问我 我也有个问题困扰着我 但说无妨 只要某知晓 定如实告知 啊 我很好奇是什么 让你们这么坚持找秀儿 阿秀与某 高顺 凤仙四人乃是同门 阿秀最小 故为某等之师妹 虽不是亲人 但已胜于亲人矣 十年前 若没阿秀 某早已死于荒野 既如此 许昌之战 某与麾下现阵营不参与 高顺啊高顺 某就知你会如此 凤仙处你该如何交代 无需交代 文远 凤仙变了 你未曾察觉 明知秀儿在此却不相告于你我 更是执意夜袭 除此之外 为了那区区三千西凉响祖 重用李肃子等杀害建阳叔父之小人 这让某心灰意冷 他不再是昔日那豪爽的吕凤仙了 啊 丁元是李肃杀的 正是 先生 你只需坚守十日 十日之后我等自会因粮草不足而退君 啊 哦